我是学教育的 当然也是学法律 他现在有一点问题 我无法接受他这种手法 这个已经是被检察官在侦办 所以很多的资讯的公开 都要经过检察官的同意 阿姨 不好意思 这个是我觉得包括台中台北 蒋安他们还有包括以前侯友宜 他们都用这个理由都说 司反侦办中所以我不能公开 鬼扯淡 他早就应该把资料都放 都已经搜集好了才对 他可以做他的行政调查 这两件事 可是他们现在都喜欢用这个说 我去问检察官 他去资料搜集归搜集 但是能不能公开 还是要问检察官 家长应我的权利 他为了护航做坏事的幼儿园 然后把责任推给司法机关 我觉得太可恶了 那我要提的是 那你就应该 如果你说好不能公开 那你也知道有这个问题了 你是不是应该停止招生 把这个狼师早早就把他停职 他不但没有停职 让这个幼儿园继续招生 继续发生事情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第一件案件发生的时候告诉他 后来又发生又告诉他 隔一个礼拜又发生一件 那一件可能是五个小朋友 有的一件是五个小朋友 有的四个小朋友 这个狼师在蒋万安时代 被举报以后他立刻停职 柯文哲时代是没有被停职 我要问的是 在这种状况之下 在蒋万安的时代 因为柯文哲那个时代是一件 蒋万安的时代是24件 一件发生不处理 两件发生不处理 再一件发生 是已经有四个小朋友 五个小朋友同时来报案了 结果还是不处理 我说蒋万安 你也实在是 心情很大条 有啦 蒋万安时代有处理 我要问的是说 刚刚特别请李莹 要来讲一下 因为他们的不作为 让性侵案继续发生 而他们有防止 事件发生的义务 这个法律上叫做不作违犯 不作违犯 在法律上的评价 是跟作违犯是一样的 就像要杀人 要杀人 一定要用刀用枪吗 不必啦 我再把例子讲一遍 这是我们在上法律教育的时候 我们老师常常举例的 当然对医生比较对不起 但是用医生来举例 大家比较容易懂 急诊室的医生 看到一个病人 受伤了 进来了非常危急 他一看 是我的仇人 以前女朋友被他抢走的仇人 所以我就不救了 所以医生 请问医生有没有杀人 没有啊 医生有没有拿刀 没有啊 有拿枪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都站在那边不救 这叫不作违 他没有动作 结果导致这个人死亡 请问这个医生有没有责任 你跟我没有责任 我什么都没做啊 我也没有打他 没有摸他 什么都没有啊 事实上医生有救助的义务 根据医师法 而你不去救 所以你就构成不作违犯 他可能最终会到杀人犯 或者是伤害致死 所以换句话讲 你有作为的义务 你们教育局 社会有作为的义务 你不去作为 让事件继续发生 这个其实检察官也应该 好好去查这部分 他们到底有没有刑事责任 确实因为我们在法律上 叫保证人地位 就是说有些人像主管机关 教育主管机关 他有保护小孩子的这个义务 所以他有一个像保证 这样的一个责任 结果这个事情最后面的是什么 他2022年7月已经通报第一例 他拖了一整年 整整一年 2023年7月拖了一年 持续让那个狼师在这个幼儿园里面 通报完之后 那7月接下来是什么 教育局还持续让他招生 那对很多家长而言是 我根本不知道这里面有狼师 我还把我的小孩子 送进那个湖口 让他持续招生 拖了一年之后 那个狼师什么时候走 他是因为积压之后才离职 是因为人都会检察官升压 然后法院裁准了 他才没有进去 继续在里面 2022年的7月 已经通报第一例 那个时候台北市的教育局 一直在扯说什么 有什么诱保 相关的新旧法的问题 根本没有新旧法的问题 行政执行法 已经有一个即时强制 即时强制是什么 你要避免犯罪的发生 或避免危害的发生 行政机关都可以 他其实最简单就是说 教育局就直接跟幼儿园讲说 已经有人通报了 那个狼师还有没有在那边 如果没有停职 我依法就可以限制 不让幼儿进去 因为危险发生 依法就限制了 所以那个幼儿园 只要教育局有那个立场说 直接跟你讲说 那个狼师没有停职 只要没有停职 小朋友就不能进去 绝对停职 副事情不会再多拖一年 不要去扯什么新旧法 台北市政府扯什么新旧法 完全听不下去 行政执行法早就有了 即时强制已经给你公权力的依据 不用再去扯 更扯的是什么 我看到教育局的副局长讲说 如果小孩子诬告呢 如果小孩子说错呢 你把小孩子当成什么 好几个案例 小孩子如果记忆错 偶尔有错误 当好几个小朋友都是被害人 都讲同一个 只向同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就是狼师 然后怎么摸你 怎么拍照 都已经出来了 教育局的副局长居然会讲说 小朋友如果诬告呢 这个是非常荒谬的 这不只是私言 这不是私言 我觉得市政府要负起责任 从柯文哲时代的 2022年7月通报 你不作为 你不作为的法律责任 也要承担 同时当时的教育局 当时的社会局 法律责任要承担之外 政治责任要追究 后面的蒋市府 你看你的教育局的副局长 讲什么话 你把小孩子都当成诬告犯 小孩子全部都是误止他人 二十几个小孩子都讲错吗 所以这个是非常荒谬的 蒋市府也要负起政治责任 他还要除此之外 因为他其实比较后段 蒋市府是比较后段 多发生了那一年 2022年的7月通报之后 你让狼尸持续在里面 持续去加害那些小朋友 让他多加害了一年 这个部分不只是幼儿园 这个狼尸要被积压 法律上面的责任 主管机关 教育局 社会局 在法律上面也应该负起责任 有没有国家赔偿 有没有相关应该要有的 检察官在追查上面 你是不是故意做不作为 我要这样子讲 周刊其实当时报 周刊为什么后面会陆续提报 2022年的7月 这个事情通报之后 市府知不知道 会议记录2022年的8月 隔一个月的会议记录 已经那么清楚的记载 有这个事件 你整个市政府的官员 台北市政府的官员都明知 北山西欧尼 全部都看到有儿童性侵案件 结果让狼尸持续在里面加害一年 这是什么样 台湾是法治国家 已经21世纪了 我很难想象说 现在还发生 持续加害一年 而市政府眼睁睁看着说 这个狼尸在里面 秩序加害其他小朋友 多加了十几二十件 这是非常荒谬 法律上面绝对不容许 所以刚刚蒂颖也告诉大家 这个不做违反 真的法律上要追究 因为蒂颖他也是读法律教育的 因为他也是台北教育大学研究所 法律教育研究所的 所以要跟他在教育的理论上 没有像你们讲的这样子 没有像他们副局长讲的这样子 在社会学 今度后我也读过社会系 我也读过社会系 所以啊 我在想说 你们社会局是在变什么 刚好这两个都是我的专业 我怎么看 怎么不对 这样是社会系的 你也社会系的对 你看说社会局到底是在变什么 我要讲官官相位 刚才讲的这四个字 也没有那么多人 我点名 汤志明 曾灿金 陈述慧 这三个人下台 汤志明是柯文哲的 第一任的教育局长 那时候曾灿金是副局长 曾灿金是事发当时的教育局局长 那时候汤志明回去学校教书 曾灿金 陈述慧 曾灿金跟着 黄珊珊在跑 选学俱成 有够鼓励 有够困难 这就是柯文哲险汤志明 没有够伯励 曾灿金 去做局长 对啦 曾灿金跟着伯励 陈述慧 现在又变汤志明 来做局长 这三个都落台了 我直接说 官官相位 因为这八年 所有的台北市的教育系统 就这三个人 不是吗 他们当初 周渝修 你讲穷尽一切可能 你说穷尽一切可能是什么 掉了监视器 对不对 掉了监视器不是说 碍于我们监视器都没有发生问题 没有发生问题 现在家长为什么要看 他有没有找几个幼儿教育 幼儿心理的专家 就台北市到处找得到 你要是说乡下不容易找到 台北市有师大 台北教育大学 有台北市立大学 你们自己台北市政府 就有台北市立大学 就是以前的台北市女师专 里面专门是对幼儿教育 跟小学教育 就是国民教育里面 专业的学校 都有啊 那找不到 你们都有找吗 我要问一下 周一秀你有找吗 还有专职的儿童医院 儿童身心科 你选择相信监视器 不选择相信小孩 那现在家长 为什么要看监视器 你给不出来 你为什么不看 你不是说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就给人家看啊 我怀疑 我强烈怀疑 就是在掩饰证据 是七天三十一天 另外二三天的证据呢 是不见了 还是你们当初根本就有看出问题 你们故意掩饰 因为真餐巾要服选黄三三 这个如果叫做湮灭证据 我不知道啊 律师在这边 这个多少小孩受害了 如果你教育局 教育单位 帮忙幼稚园掩饰这相关证据 有没有犯法 这已经不是行政调查的问题 也不要讲外人 不要说主动送给监察院调查 那是监察院主动要调查 你讲师傅啦 你现在本来就应该给资料 那是行政调查的一部分 但是司法要调查 这些相关的教育局 各个所谓这个期间里面 所有的单位 到底有没有为师 到底有没有帮忙犯罪 这个才是所有家长要关心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